大家好,我是马丁 上一集影片里,我将奔腾处理器提炼成了海绵精 但是海绵精掺杂了很多杂质 因此我必须将它们再次提炼来增加纯度 首先将所有的海绵精收集到一个小烧杯 然后加入约30毫升浓盐酸与2毫升锡硫酸 锡硫酸会与铅形成不容于水的硫酸铅 最后再加入5毫升的浓销酸 网水目前呈现不透明的橘黄色 代表里面的含金量十足 但是也含有很多杂质 我用实验用的滤纸过滤后 药水变得清澈 有点像成年的威士忌 我加入尿素 把网水中多余的酵酸驱逐 接着再加入大约2匙多的油酸芽体 稍微搅拌之后 黄金立即开始沉淀 在倒掉药水之前 先用氯化芽锡测试一下 黄金是不是已经完全沉淀 目前确认过药水中已经没有黄金了 değil,说明伯物会有很多黄金 回后再加入一格充分 天 烧杯的底部沉淀了大量的海綿筋 接着我在烧杯中加了热开水与一些浓盐酸 将海绵筋再洗干净 我先将海绵筋烘干 然后再将它们打散 最后再加入干锅里 在开始熔炼之前先在海绵筋上撒一点水 这样可以防止金粉被喷枪给吹走 这个冰箱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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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銀則大概有7.75公克左右 從44顆CPU裡面 萃取黃金與白銀的紀錄 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